九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九曲花街 九金山有Cable Car 唐人街 御人马桶 九金山有二人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九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 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现在你收听的是金山客节目 我是用青 今期的金山客 我会和大家说的是 美西桥包经历振制肝软巨灾 话说在1911年3月5日星期日 下午3点 西雅图11号码头 一部双迷竿巨大轮船 的单管烟通中 露出隆隆的黑烟 随着一声长长的气嗲 巨轮慢慢地开离码头 向远方地开去 当时的中文报纸 叫这部轮船为好佛号 是美国海军一部运输船 当时这部船搭载了 总共大约一千五百吨 潜往中国的救灾物资 包括食品 用品 药品 等生活必需品 美军运输船 载满救灾物资 显然不是去做生意 而是去救灾 究竟当时中国那边发生了什么灾难 这个还要在二十世纪初 长江几次洪灾讲起 在二十世纪初 长江流域曾发生过好几次的大型洪灾 分别爆发在一九零六年 九零九年 一九一零年 一九一一年 长江每一次发生洪灾 旧金山湾区桥包都会倾力解落捐助 在一九零九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 中华会馆主席团主席和商董 就在士德顿街的会馆大堂召开了会议 首先由中华主席企洋和会馆主席周凤造 宣读日前三一会馆和洋和会馆 以及新发公司转交给他们的香港东华医院 请求镇制中国长江水灾的电文 周凤祖希望接到电文后 主席团和商董理应迅速召开会议 设法去筹款镇灾 唯一的问题就是 中国近几年的天灾不断 长江几乎年年都发生水灾 旧金山桥包 捐款镇灾 几乎已经到了强老之末 自己的日子都相当辛苦 所以 他一直等到当日 才向各位宣布 商议应该如何处理 还请各位定夺 商董听见后 没几多个人作出回应 所以这件事就放下了 到了1910年 一场更加严重的水灾 集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其中 湖北的28个苑受灾 江西14个苑 浙江30多个苑 安徽省更是长江淮河一起来 南北加工 据统计 安徽全境六十个苑中五十六个在洪水中挣扎 湖南省自初夏以后 先是天寒地冬 跟着就是狂风暴雨 而当时的大清气数将尽 已经自己都顾不定了 还哪有财力、物力、精力去救那些灾民呢 而旅美乔包 知道祖国同胞遭受洪灾之苦后 迅速行动起来 中华会馆发起筹款运动 资源受灾的同胞 就在1911年的1月30号 当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正月初二 旧金山中华会馆主席团 和湘董齐集在会馆进行新春团拜 当时中国湖南安徽和江苏三省 洪灾被沿岸人民带来了饥寒交壁 深深地触动他们的心 主席团和湘董们商议 向广东银行先借五千元 电汇给上海银行 再转会给两岗总督镇制灾区立民 这一笔款在当日的中午十二点 由早成中华会馆的各大会馆主席 一起到广东银行 共同签名汇出 然后再推举国会馆的通市 以及湘董在正月初八 即是二月五号 延街 劝人捐款 用来还借银行的钱 另外中华会馆通市 于宇宇宁日前收到罗神威利多个桥包的捐款 总共有174元5号 和已经收到的镇制善款三百多元 都在1月30日那天中午和广东银行的钱一起回到上海 这笔钱是按照黎祖传总领市的要求 先汇给总督 再由总督转拨给三省赈灾 中华会馆发给总督的电文上面写着 总督将人进监 由上海银行汇上五千美元 狠分镇丸二千美元 双数两处各一千五百美元 美国红十字会在1911年2月收到 美国驻上海领市毁露打的捐款请求 它详细报告了 中国长江南北两岸洪灾导致的饥荒惨状 称如果不及早捐款赈灾 洪灾地区未来恐怕会饿死两百多万人 请进速筹款五十万电汇上海 已够嫌疑至急 他还指出 在目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 灾民无以为生 需要赈灾至五月 等早度收割入仓 才可以停止赈灾 美国驻上海领市毁露打表示 中国因财政武力振灾 各地灾情严重 难民买儿买女 凄离止散 周围都有饿死在路边的人 惨不忍睹 加上天寒地冻 灾民更加凄惨 据了解 灾区范围长达三百里 阔一百五十里 灾情之严重 实属罕见 他说 上海已经设立华阳二振会 呼吁美国红十字会 大力地筹款、汇款 而旧金山中国城桥界 对于祖国人民 身陷洪灾感同身受 虽然绝大多数 桥包自身并不富裕 但都很努力在这儿捐书 1911年2月14日 旧金山总领事黎祖泉 向中华会馆转交了 一封信 信里面是南湾桥商 周叶等人写给黎祖传总领事 里面装着四十四元五毫 以及捐款人的姓名 写明是捐赠给江远商 黎总领事收到之后 马上转交给中华会馆 再由会馆电汇给中国灾区 来到2月18日 佛斯洛的桥包分男女两批 延街又劝捐 希望桥包们为祖国长江中下游 沿岸洪灾灾区难民捐助善款 经过努力 一共筹得善款三百多元 而这些钱 就全部在第二天 就全部汇回去灾区振制灾民 到了2月19日 旧金山中国城中华影画 筹赠会租借了远东戏院 放映多部电影 用来筹款赠灾 救济长江沿岸受灾的难民 除了在戏院即时购买入场票之外 另外还有特别的入场票 每张票是5元 而国界的善掌人佣 就十分踊跃购买汽票 除了有40多个善掌 在报纸上看到筹款消息后 大头捐款外 中华会馆的几大会馆主席 分别在四位勸捐 又卖出了上八张的入场卷 而且还在戏院外面 设置了一个乐捐箱 随人乐捐 其中有一位中山籍的人士 欧阳笑坤 刚刚经过那里 于是慷慨乐捐了15元 另外有一个 不肯公开姓名的开平人 投了五元入乐捐箱里面 好像这两个勇约乐捐的人 还有很多 而当时任职旧金山总领市的 黎祖泉 和旧金山总领馆几个同仁 就在晚上八点钟 来到戏院观赏电影 感谢乔包慷慨解囊 帮助灾民之余 更希望各位良力而恨 他代表 商院苏三省的受灾民众 对乔包的心情厚意 表示油冲的感谢 时间来到三月二号 中国城的中文报纸 此刊登了皇军堂购物筹款的成绩 皇军堂一早在二月初时 已经为商院江三省的洪灾难民 举办过一次购物筹款 在二月十九号 他再次举行购物筹款 包括蔡华盛赞助5元 无名士买鱼衣油一瓶就1元 御一朝,李金欢,黄计,简光照,简君宅,买油各一瓶 而每一瓶是1元,合共5元 优士就赞助1元,谭士就捐款5号 皇军堂见上一次鱼衣油和烟等物品的销售 不是很理想 跟着就改用牙粉和香茄等物 希望能筹得多些钱 他还特别买了4只金色杯 还找了几个小孩替他移卖物品 然后将金杯想给销售最多的人以知鼓励 还有一个叫黄谭军的侨领 拿出金牌和银牌各一面 掌赏给售卖物品最多的小孩 还有纸、毛笔和墨等等 分别掌赏给优异表现的小孩 这次移卖商品的成本为22元6毫半 一共筹得122元6毫 而且在2月28日星期二就交给旧金山黎总领事 黎总领事则转交给中华汇馆 由汇馆和其他筹到的善款一起 汇了回去祖国 时间来到1911年的5月3号 旧金山中国城牵尼街 准禅器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跨界演出 为江苑栽民筹款 这次演出的活动由汇馆老板组织 收入不计成本 全部用来振制中国江苑洪灾难民 活动中放映了几部电影 十几个业余女性歌舞爱好者 为观众献唱歌曲《展露舞之》 十几头省丝在现场表演座庆 随着锣鼓声不断在那翻飞 许许如新 还有几个小孩穿梭在人群中间 叫卖鲜花 每一朵一蚊 所得的善款全部用在旧制江苑难民 从中午的十二点直至深夜十一点 到场参加活动的中西男女 极其踊跃 到了夜晚人数越来越多 最多那时 墙里面可以说是 人头涌涌 物不透风 几乎没有定站 而站在门外面 逼不进戏院的人 仍然有几百人 中华总商会成员 在活动中也帮了个好大忙 他们引导入场的观众 一一入座 使到场里面虽然人数众多 但仍能保持秩序井言 省师团虽然日头和夜晚两个时段 都有表演项目 但负责表演的龙虎舞师 在夜晚表演完后 仍然都不觉得累 到囚款演出活动结束后 大家都各自散去 而他们做沿着 翻中华总商会的路 一边走一边表演 在当晚八点 旧金山总领事黎祖泉 带上总领馆几位同仁 到戏院打气座威 同时感谢桥包为灾民 筹款赈灾 他代表江苑两百万受灾民众 向旧金山中国城桥包 慷慨解囊 顶力捐书表示 油冲感谢和问候 当天捐款的成绩 合计总共有 卖出鲜花一百三十几块 泥总领事 卖花球五块 总领馆审书记 卖花一块 谭书记 卖花一块 无名女士买一张飞六元 设置在戏院门外的乐捐箱 至演出结束时 总共得到乐捐善款三十一块九毫本 当日演出 分日夜两场 全部入场门飞 收入为一百四十几块 当日的演出活动十分成功 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 就是 戏院老板被警察带走 并告上法庭 原因是 当晚人数达到最高峰时 戏院里面几乎是人逼人的场面 戏院老板就收到警察提出的指控 说他违反了旧金山的防火条例 因此就被警员拘捕 而又立即以十五元交捕外出后审 各界就纷纷指责警方不近人情 明知当晚是为中国洪灾难民进行筹款议演 并非是商业演出 后来在审讯时 中华会馆律师卡路曲出任他的代表律师 在法庭上为戏院老板辩护 向法官和陪审员讲明了原因 法官当庭就注销了这件案 中华会馆曾几次汇款赈灾 包括第一次店会总督五千美金 第二次一万美金 第三次七千美金 第四次三千五百美金 第五次四千美金 第六次三千美金等 到了八月底 长江沿岸又发生了一场暴风月 铜陵、牢州、宿松等十几个院的农田 都被水浸了 总计不下一百七十万谋 位于最下游的江苏省 灾情和安徽不相上下 一方面江潮涌涨 另一方面暴雨不绝 全省很多地方洪水泛滥 不仅造成成千上万的灾民 背井离乡 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各地的中国侨胞 中华商会 红十字会 发起大规模 募捐行动 在西雅图 京马市 卡拉西商会等 十分热心地大力筹款 除了发动商会的资源 还致电其他市镇各界商会组织 教会 呼吁捐款捐物 另外还致电美国海军 请求资源一部运输船 将商会囚集到的救灾物资 运输去中国灾区 美国海军派出普佛号运输船 帮助运救灾物资 去中国灾区 运输去的资灾物资 总共有1500几吨 都是以面粉最多 其余就是米、肉、佐料、咸鱼和三等 大约有100吨 而在开船之前 各个教会的教友就上船祈祷 在码头上变速行的中外男女就不计其数 中国领事远输向运输船船长 致送了鲜花 感谢他不辞辛苦 运送救灾物资前往中国灾区 远输还和总领馆书记 以及多位华商 搭着一部小船 一路相随抱佛号运输船 十几海里才翻回头 这个不是普佛号运输船 第一次运输救援物资前往中国 也不是远输领事第一次坐小船 去为普佛号运输船送行 以上故事是由 桥报告资深记者吴卓明资稿 多谢大家的收听 九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九曲花街 九金山有Cable Car唐人街 与人马桶 九金山有耳隐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九金山 还有一辈又一辈为之奋斗的金山 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